还有一个著名的基本分析的投资理论家叫威廉姆斯 威廉姆斯1902年出生 去世于1989年 活了87周岁 现金流模型的发明者 现金流模型我不讲 其实就是未来的现金流都贴成限值 就是古创的内在价值 这是威廉姆斯 你看他在大学的时候主修数学和化学 1923年读的MBA 你看学完化学再学完数学 再学MBA你看就出席这样 完了从小从上本科就学经济 这个我们发现还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改行以后挺伟大 那么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 基本分析我们要把握什么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你选的那个公司 如果具备下面两个条件 这个公司就应该是伟大的 第一个条件就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这个公司 他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 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你得有市场前景 第二个条件 你只有广阔的市场还不行 你必须得有一定的垄断性 你比方说我会炒菜 我炒个尖叫干豆腐 全中国13亿人口都需要吃饭 那我这个菜得有多大的市场前景啊 但是我告诉你 你这个技术不高 垄断性极差 你炒这盘豆腐尖叫干豆腐能卖1000块 明天就有人卖100 还有人卖10块 你们就破产了 是不是啊 那如果我炒这盘尖叫干豆腐 大家吃完之后就能返老还童 只有我会 你看我这公司得挣多少钱 所以说两个条件 第一个产品有广阔的市场 第二个 这个产品有一定的垄断性 这有一定的垄断性 从基本分析这个角度讲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 微软 它就是这么伟大 是不是啊 人家微软公司提出的口号是 让每一个办公桌上都摆一台电脑 电脑都按上我们微软的软件 那么它基本上实现了这个目标 是吧 基本分析啊 选择一个行业 比方说我们就是说一下 我们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行业 是不是啊 那么我想应该是这样 比方说你现在有A这么多钱 咱不问你有多少钱 你有A这么多钱 你走在大街上就在思考 我应该选择一个什么行业 什么项目去投呢 你走着走着看见一个超市 你发现这个超市很火 我开个超市 你说不行 我最近我上班 我忙 我没有时间管理 另外我也外行 那你在走着走着 看着前面有一片地 有一个开发商正在那开发房子 是吧 你说开发这个能不能赚钱 你说老师 我想问问那A是多少钱呢 我告诉你 如果A是一万块钱 你都可以开发房地产 那为啥呢 你买个房地产股票不就行了吗 你说老师那啥玩意儿能挣钱吗 如果你不是一万块钱 我把这个万字给你改了 改成一百 你说老师是不是万呢 不得一一百亿是吧 有一百亿这么多钱 这个A你有这么多钱 你是不是可以买一块地 开发了 是不是 如果你经过努力 最后你把它赚成一百五十亿 你赚了个百分之五十 如果你能做到这样一点 是不是你得在一个前提下 房地产市场好 是不是 如果房地产市场好 你把这一百亿 分别买了我们的万科 招商地产 保利地产 买了这些股票 我告诉你 你如果拿着一百亿 能变成一百五十亿的话 他们就会使你的股票翻好几倍 为啥呢 因为你无论如何都做不过 人家这个品牌 做不过 所以巴菲特有句名言叫啥呢 就说哪个行业好 你就投那个行业的股票 你就等于投资入股了 他赚钱了 你就跟着赚了 是不是 实际就是这样 很简单 那超市火 我就买那超市的股票 那就一定能赚钱 不存在那样 反正就是火 就不挣钱 那能吗 是不是 所以说呀 基本分析 我们要考虑具体指标有几个 首先 我不是 基本面要考虑宏观经济 行业和公司的基本情况 包括公司的经营 理念 策略 和公司的报表等等 下边我们看 基本分析的指标有以下几个 盈利情况 你得看看这个公司的盈利 我们好多公司 你看 公司成立 成熟 最后衰退和稳定 你看整个这个过程 你比方说 我给你举一下四川长虹这个例子 四川长虹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 第前五年 四川长虹应该说 那真是长虹的天下 那长虹怎么发展这么好呢 因为当时正是采电 或者叫家电 走入家庭的一个伟大的时代 就跟我们今天汽车走入家庭是一样 是这样一个时代 那长虹为什么后来衰退了呢 就是因为 已经饱和了 家家都有件事了 那个时候就饱和了 长虹他就衰退 就衰退 你怎么去经营 至于你有啥水平 那恐怕都改变不了 所以这就 那像长虹这种衰退 这还很正常的 我们最惨的衰退 那就不叫衰退了 就是灭亡了 有这么几个行业 一个是BB机 是不是 那BB机 那你现在谁买一个BB机 能干啥呀 是吧 带着玩 是吧 还有那个彩色胶片 叫我们现在的这个相机 给淘汰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 这还有什么呀 还有几个行业 是不是 所以我们考察一个企业的时候 先考察他的盈利情况 当然最好要 不是最重要的是要研究 他未来的盈利的前景 盈利的前景 再一个就是毛利率 毛利率越高的说明啊 这个企业越赚钱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吧 长虹的毛利 是大概这两年吧 他的毛利大概就15%左右 茅台的毛利 就最近这两年 茅台的毛利还能达到93% 毛利是93% 啥意思啊 就说我这一瓶酒里 他这里边有93% 就是原材料是7%的价钱 什么人工费 什么直接费用是 7% 93% 然后长虹就15% 完了你长虹15% 你再去掉行政管理啊 销售什么费用啊 那就赚钱就少了 人家93% 所以说人家茅台 人家你看就赚钱了 是不是 五粮业赚钱都赚到什么程度 我们用一句通俗的话讲 都赚疯了 把这个老总的啊 自己都蒙了 有一年五粮业的老总提出 要拿100亿投资汽车 预备起的名字 就叫五粮业汽车 完了我们中央电台记者 就跟踪采访啊 中央电台就采访 那个中央电台二套节目播的 采访说你们 为什么要准备上马汽车 按理说在这个世界上 内行做事有两种结果 成功失败 外行做事那能行吗 是吧 我们解释这件事 只能有一个理由 就是五粮业这个公司 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这100亿都亏了 不影响 所以老总就特别潇洒 所以我们中央电台 你看那个记者啊 很有水平啊 在解释这件事 他就不说别的 他也不说对不对 他说五粮业造汽车 给我们的印象 总感觉到像是酒后驾车 有钱呢 钱大就好使啊 四川宜宾的那个飞机场的名字 叫五粮业机场 有人说你这机场 五粮业机场 那飞机不得来回晃吗 但是人家钱大呀 是吧 得回他这名字叫五粮业 如果不叫五粮业机场 叫飞起就掉下来那酒 那不是飞机场就叫飞起就掉下来吗 是不是 所以钱大呀 后来五粮汽车没生产 没做 就是钱太多了 是吧 我们的酒这行业非常赚钱呢 酒这个行业非常赚钱 毛利比较多 所以你买股票 你当然了 我们四川长虹这股票 你他也是便宜 那茅台二百多块 嗯 五那个四川长虹那股票也就四五块钱 是不是 他也是便宜 是吧 再一个销售额是增长了 还是下降了 增长了表示业务在扩展 你要是下降了 是最可怕的 所以这长虹每天都盯着 自己这个月的市场占有率是提高了 还是降低了 那要降低了 大家都得反思 我们差哪了 是不是 我们为啥就不如海尔 再一个呀 就是市盈率和市净率 就是股票价格除以美股盈利 市净率是股票价格除以美股净资产 这两个指标是衡量股票投资价值 很重要的指标 从基本分析这个角度讲 中国上海股市目前的市盈率水平 就是股价除以平均除以美股盈利 现在是12倍 现在12倍 我们的深圳股票市场 现在是31倍 我们的创业版市场是67倍 我说这个倍数就上周我看的 也就这几天 从市盈率这个角度来说 中国股市目前上海股市的市盈率 是世界上都是最低的 12倍市盈率 因为美国标准普入500指数 平均市盈率已经达到20多倍 所以中国股市现在向上翻一倍 才和美国才一样 而我们国家经济增长速度 又远远超过美国 我们都7% 美国23%就不错了 所以我们中国股市 现在的市盈率合理的应该是30倍左右 才比较正常 也就正合符合了我们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倒数 要是30倍的话 大家算一下 我们的工行现在是5倍市盈率 它能涨6倍 现在34块钱就能涨到20块钱 你说老师能吗 反正涨到那天就能了 你说老师那我回去就买工行吧 你买银行股不建议买工行 是不是 那你买 你买点别的 是不是 但现在我还想多说一句 现在在所有投资品种里 黄金也好 债券也好 房地产也好 现在投资品种里最好的 价值估值是挖地的 就是这个股市 房价 现在的房价在大幅上涨的机会几乎是不存在的 大幅度下跌的机会也不是太大 政府不太愿意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房价稳定在目前为止的机会最大 投黄金 我告诉你 黄金涨到1910美元一盎司 那是这个世界你知道发生多少事吗 我们从269美元一盎司涨到1910美元一盎司 是从2002涨到2001 2002涨到2011年 这个是世界两大经济体全都危机了 美国危机了 欧洲危机了 欧债危机加美国次贷危机 世界发生这么大的事 让黄金价格涨那么多 你说黄金再往上涨 这个世界还需要发生那么多事 咱们有吗 经济问题 估计人家刚危机完 你就让人再危 那能行吗 再一个 政治上的这种冲突 比方说 俄罗斯和美国打起来 那可能就是黄金就得暴涨 但是现在这个世界各国家领导人这么理性 你想让美国和俄罗斯直接正面交锋打起来 这几率几乎都是不存在的 你别看普京脾气大 真打的时候都不能打 都明白人都好办事 是不是啊 这现在这个时代 就不像称奇思汗的时代 拿着刀见谁就砍 也不问姓赏 是不是啊 现在就是啥呢 反正你要是侵犯了我呢 我就谴责你 你那谴责我 咱俩互相一谴责 完了都有面子 就完事了 是不是啊 对不对啊 是不是啊 你看那 两个国家之间 现在配合的多默契啊 我谴责你 你谴责我 是不是啊 领土又争端了 你像韩国和日本 他说这个岛是他的 他说是他的 反正就自己说自己的韩国和日本 是不是啊 完了这样的话 完了两国人民都觉得我们的领导人是真硬啊 要干 是不是啊 不就挺好了 是不是啊 世界上要没有这种重要的军事冲突的话 黄金价格在未来十年至二十年 我认为都不会突破1910美元一盎司 但是以上分析仅供参考啊 我们上一次黄金的最高点是1981年850美元一盎司 这个点突破的时间是2008 一共套了27年 房子在美国最长时间能套70年 股票把人套上 最多的在美国才套四年一个周期 所以股票是最好的投资 当然以上分析仅供参考 你别回明天把房子就卖了 完了就买股票 技术分析和基本分析啊 无效的证据就是弱行有效市场 如果市场达到弱行 技术分析就无效 如果市场达到半强行啊 基本分析就无效 技术分析基本分析都无效 如果市场达到强行 包括内幕信息都是无效的 那我给大家讲一下 弱行有效啥意思 就股价反映了全部能从市场交易数据中得到的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譬如过去的股票价格使交易量 技术分析无效 这啥意思啊 就说如果是这么回事 如果我们通过分析 我们发现技术分析看到了底部和顶部的话 如果技术分析要是有效的话 说明就是说市场啊 技术分析是有效的 说明市场还没有达到弱行有效 大家都用那他就无效了 那基本分析就是当证券价格反映所有公开信息 包括公司财务报表和历史信息 那技术分析基本分析都无效 美国的股票市场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 已经达到了半强势有效 我国股票市场现在有一些争议 有的学者检验是弱势有效 有的说是半强势有效 但是世界没有一个股票市场达到强势有效的 也就是说你值得内幕信息交易的时候一定是赚钱的 所以我们国家政府就严厉打击内幕交易 就打击内幕交易 因为那个破坏市场公平啊 是不是啊 你像我们有一个就是那个 南京有一个公司叫高纯陶瓷 高纯陶瓷啊 那个有一个有一个人呢就买了股票了 这个人是个是个女同志 大概是花八块钱买的高纯陶瓷 后来就涨到32 为啥呢 他爱人在那个省啊 就是江苏省的提改委啊工作 是主管这个从组的 完了他就跟周围同志说 说你看你们以后再买股票 你们别瞎买 说你就有啥事 你问我 我知道 你看我这回买高纯陶瓷 八块钱买的 完了就32我卖的 你看我挣多钱 别人说那你咋知道 这我爱人管这从组吗 你以后有啥事你问我 就因为他这一嘚瑟 他们两口现在全进去了 是不是 因为挣八块钱变32啊 我估计那领导家里 我估计也不可能就拿两万块钱干的 是不是 可能拿着几百万 完了变成上千万了 就激动 就特别激动 你看 要是赚一千万了 他不得想这么个问题吗 这工资一月才多钱呢 是吧 多好多幸福 就在这幸福洋溢在 他脸上的时候 公安局敲开了他的门 是不是 这就叫内幕交易 要打击 是吧 其实技术分析在40年代 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现在都是这样 基本分析也具有挑战性 为啥呢 这个基本分析 这个东西 你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来说 在60年代 汽车走入欧美家庭的时候 就是汽车走入家庭的时代 美国有两个基因经理 都不由耳同地选择了汽车股 那汽车就是一个伟大的一个行业吗 选择汽车股 但是他们倒霉的是 在那一段时间爆发了一次中东战争 结果石油禁运 汽车股暴跌 你看这扯不扯 是不是 搞基本分析分析挺细 最后没想到中东那块打起来了 是不是 所以 我有一次出去讲课 遇着一个人 他跟我说句啥呢 他说我买我们公司股票 因为我心里有底 我说吧 你买你公司股票 我认为没毛病 但是你说你心里有底 我觉得不对 你比如说我是吉林大学的 我对吉林大学的情况不了解的我很多 因为你看学校领导开会 不找我 我哪知道 是不是 你心里怎么能有底 是不是 他说了 我们老总说了 我们股票能涨到300元 我说这也不一定对 因为股市要上涨 你涨到300 那股市要下跌 你们老总怎么知道股票咋样 所以基本面分析 一个公司的老总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公司未来能咋样 你说老师至于那样吗 怎么不至于 我是烤肉串的 大家排队来吃 一串就100块 这肯定赚钱 但是你知道明天在你周围有几个八毛钱就卖串的 明天来了一大堆人 都在烤串 八毛钱一串 我还在这卖100 结果是卖串的比吃串的都多 你知道这是这基本面的变化 是你老板能把握的吗 所以说基本面去分析股票 未来也很有很多的不确定 也有很多不确定性 我们当年的鲁北化工 那公司都感人 我当年就买那个股票 因为那个股票 我从报纸上一看 那个公司鲁北化工 就是那个山东的一个企业 它是个什么公司呢 就是用那个垃圾作为原材料来生产产品 人家买原材料得花钱 他原材料挣钱 你把垃圾送我这来 你得给我钱 咱一看这个企业 那就这辈子只有他 那就娃娃的了 买完之后 时间不长就ST了 是不是 当然这里有更深刻的原因 咱不管了 但总而言之是ST 是不是 我们当年 ST胜润 ST胜润每股税后人亏损5块 不是 每股税后人 每股净资产付5块 那就是资不抵贷 早都资不抵贷了 是吧 那年股票翻了6倍 后来我们知道 被我们一期付傲给借壳了 是不是 后来股票涨到21块钱 是这样 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 都有它的问题 所以说 1952年 马可威兹在财务学杂志上 发表了一个叫资产组合的选择一文 这个文章 伟大在哪呢 该理论的贡献 主要是开创了 在不确定性条件下 理性投资者进行资产组合 投资的理论和方法 最伟大的 我们别的假设我们不研究 那就是1990年 马可威兹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的学生夏普和他同时获奖 组合投资非常伟大 就是我们现在投资这些基金 这些理财产品 为啥是这样呢 就是我们选择一个单个股票的时候 都很有风险 那么我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你选指数基金 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的50指数基金 你就买上它 这老师在哪买 510050 就是他的号码 你买上之后 你就放在那 长期的收益率肯定很高 你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 那你看美国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时候 就被从道琼斯指数里就被剃除了 换一个好公司 你永远持有的是一个既优的公司 所以他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买指数基金就应该比较好 夏普是发明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罗斯是发明了套利定价模型 砝码是提出了市场 有效市场假说 但是在这里边 在我们投资界有一个奇特的现象 我们没有资料证明夏普 是发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人通过投资赚钱 就没有这个证据 这玩意也比较幽默